还有两个多月,2020年就要过完了 自年初开始,可怕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严重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工作、旅行和财务管理的方式 攀升的失业率、持续蔓延的疫情让很多收入不稳定的美国人 特别是对于有计划的购房者或者那些想要卖掉房子的人来说 冠状病毒疾病是暂时搁置这些计划的元凶 无论买房还是卖房,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直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尤其是在流行病肆虐的情况下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是否是坚持你对房屋的买卖计划的好时机 小编总结的以下知识是你需要参考的 1.今天的按揭率是多少 对于购房者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房屋贷款的利率 利用一些可靠的在线的市场可以向你展示你目前符合的收费标准 只要把你的一些信息放到他们的免费在线工具中就可以了解更多 今年年初的抵押贷款利率略低于4% 在2月份随着冠状病毒疾病在美国爆发 到3月底降至3.5%以下 这个数字急剧下降 8月初美国房产30年期定期按揭的平均利率50年来首次跌破3% 如果你的购房决定仅仅是基于贷款利率 那么这些数字看起来很有希望 相比过去的一年里利率一直保持在历史的最低水平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未来几个月利率的走势会如何 2.更严格的抵押贷款标准 在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获得抵押贷款 可能会给希望再融资的购房者或者房主带来新的挑战 因为银行会减少放贷 这可以归根于许多因素 包括银行流动性不足 贷款需求超过供给 创记录的失业数字也在重塑贷款机构评估风险的方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在冠状病毒危机期间 包括摩根大楼在内的一些贷款机构 正在提高新借款人的最低信用评分要求 目前该银行正在寻求至少700分的信用评分 以及20%的首付 有专家认为平均信贷额度是620至680 非常好的信用记录是680到740 如果你超过700次 你就是优先被考虑的 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抵押贷款 美国农业部贷款和VA贷款 对于信用评分较低的购房者来说是更容易获得 并且可以通过流动性储蓄来支付首付 如果你正在寻找贷款买房子 或者你有兴趣再融资 比较不同贷款人的抵押贷款利率是必须的 例如你可能更倾向于固定利率的贷款 但你也应该考虑选择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好处 使用像Credible这样的在线工具 可以很容易地比较不同贷款人的利率 而且不会影响你的信用 找到最好的利率 可以帮助你保持你的家庭购买成本尽可能低 如果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影响了你的收入 或者你的储蓄能力 那么多了解这些知识对你可能是有意义的 3.最新的房地产趋势是什么 情况会变得更糟吗 我最好现在就出手 还是应该等一年后再出手呢 这是每个卖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就趋势而言 你可以把今年的房地产看作是买方市场 虽然更多的卖家需要出售房产 不过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你住在哪里 以及你拥有的房产类型 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7月15日的最新数据显示 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基础上 抵押贷款申请比上周增加了5.1% 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 抵押贷款申请每周增长16% 调查显示 这个趋势主要是由于按揭利率持续下跌所致 不过这也是可能因为刚刚过去的夏季正值购物高峰期 传统上夏末被认为是买便宜货的黄金时间 因为卖家试图在新学期开学之前 卖掉房子并完成交易 但是今年并非如此 因为这完全取决于各周如何处理 冠状病毒疾病担忧的学校重新开学计划 如果你还没有比较抵押贷款利率 现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有了可信度就可以很容易地比较价格 并在网上获得预先批准 说了这么多 小编想要强调一点就是虽然抵押贷款利率 因全球流行疾病而降至到历史低点 房地产需求呈指数级增长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现在就应该买房子 太多的购房者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过度扩张 结果大多数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所以说买房卖房都需谨慎 毕竟2020我们已经承受了过多的压力 下期节目我们将为小伙伴们介绍第一次购房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节目更新了 爱生活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